是我們知道外資最近一直很不青睞台積電 不斷的到貨出來 賣超百億 甚至賣超好多張的金額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台積電了 因此我們要講一下 為什麼在此時此刻台積電的股東數 還可以激增超過了90萬人 這真的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90萬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我們先從現在上市櫃公司 他的股東龍頭數最多的中鋼來講好了 中鋼來說的話 他現在的股東數是 唯一一家上市櫃公司突破百萬人 這樣子的一個關卡 那麼台積電的話 最近累積說 他的股東數是超過了90萬6千多人 也就是今年以來 台積電的股東人數 是增加超過了30萬人 有機會在10月的時候挑戰百萬人 看看能不能贏過中鋼的股東數 因為現在兩者的差距越來越接近了 你看中鋼你看台積電 他的股東人數大概只相差10萬多人 因此3月份是不是真的有機會達標 甚至是超過呢 還要在後續幫大家觀察一下 但至於為什麼在外資賣的時候 我們國內不管是政府基金也好 不管是散戶也好 都這麼的青睞台積電 特別有幫觀眾朋友觀察到一個指標 也就是台積電最近股價是不斷的回檔修正 甚至面臨到600元的保衛戰 因此我們有觀察到 每次只要台積電的股價稍稍回檔的時候 光是上週在回檔的時刻 股東人數反而是逆勢增加了 增加了6萬5000多位的股東 特別在於政府基金以及觀股還有投信 下沉去接台積電股價這樣子的力度 是蠻足夠的 因此600元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目前的股價能不能守住 也是最近非常關注的議題 那很多人說60萬的台積電 對於一些小資族來講 可能真的沒有辦法買一張 那買零股好了 因此現在我們有很多的含積量的ETF 就變成很多的散戶 很多的小股民追逐的方向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包含像是這些列的 國泰的台灣5G Plus 以及元大的0050 還有富邦等等 這些裡面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台積電的成分股的占比 因此最近為什麼大家對於ETF 也是非常的青睞 主要的原因也跟台積電回檔 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 我們先來講一下 包含像是這個00881 它的國泰台灣5G Plus 最近它這個總收益人 其實有點像是股東 也就是買的人有佔多少呢 是正式突破了31萬人的這個大關 那麼我們常聽到的0050 也就是元大台灣50的話 它最近看它今年成長的人數 也有超過7萬人 富邦台灣50的話也有增加2萬 而且比較特別的是 富邦台灣50 你看它的資金規模是正式突破了百億元 因此這邊要來做個總結 你看整體的ETF 它的投資人數是超過了200萬人 達到了204萬人 台積電的買氣跟ETF的成長 其實是有正相關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手邊的資金 如何來做拿捏買股市好 或者是投資ETF好 大家都可以稍微分辨一下 以上是財經的資訊交給大家